Shiny到底是誰 Shiny他人現在已經在日本 那他為什麼不在文哥華 因為他現在去留 所以是exchange 交換學生 交換學生一年 真的啊 他想說因為那邊沒有時差 他完後就要再回 就回文哥華 他八月份應該就八月就回來了 他算幾年啊 大三 對 他怎麼那麼有禮貌啊 他講話太有禮貌了 很成熟 好 應該是好事吧 這三公圍對不對 對啊 大家講說公圍 好 好 謝謝導演 好不客氣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們上次是 我們類似在視訊裡面都有參加 對 有 上次去年 對 十月十一月 那為什麼那天 你們的衣服都穿得很好看 有嗎 有看到照片啊 我有穿得很好看嗎 那就是冬天吧 當然我不是說你現在不好看 可是我覺得你們 因為我在看那個照片的時候 我非常驚訝一件事情就是 你們整體呈現出來的那個 那個美學啊 讓我非常欣賞 謝謝 所以很像年紀的小孩 我在台北接觸很多 你知道 有一次對台灣最大的意見就是 我們的國民不高 美學人程度不高 那這個我要去怪誰 我也不知道 就像今天我覺得最有趣 你知道嗎 那個 很詮信 早上是做那個 中國城之旅 因為那個 黃先生帶我去逛中國城 那我就發現 欸 原來中國人就是這種美學 原來 好不然穿著 或者是說 這個地景 包括建築用的資材 那我當然很佩服就是說 你們在加拿大 我不曉得你們背景是什麼 但是 你們那天那個照片非常好看 我常常拿那個照片 給台灣的人看 我說你看 這怎麼比你弄去台灣 美學這麼的 這麼的 你們有點瘋的感覺嗎 是不是 你們可能 也許冬天的顏色比較準確 那是不是他們大家 都是這邊長大的 還是說他們是留學 你們都是移民來這邊比較多 就是可能小時候 因為他跟我說他們移民比較多 四年級五年級 有些是國小或是國中 都覺得英國 都是已經 對 我有看到 我有記得他 那一群照片很好看 不是有寄給我 有 我還 因為包括你們那個 坐台的那個場地都很好看 其實是教室 對對對 那個教室很有 很有意思 其實UBC蠻漂亮 對 其實有機會可以來看看 對 應該是 就是說整體的環境 讓你們整個視覺上跟整個 就是有一個 因為我們很期待說台灣 這邊一樣 因為我覺得一樣不可能 可是我們的 國民美學真的是 程度比較差 台灣 就是台灣有一個自己的樣子 可能樣子不是好的樣子 就是我覺得 因為太忽略這一方面的教育 就是 因為你像學校這種地方 其實就很容易可以把它蓋得很好看 就是它很容易蓋 都長得很醜 對 很多大學那個建材啊 用的都很難看 因為我常去學校 學校園演講或學校 我都喜歡去看 最近幾年 新幹的學校園都是長得難看 一樣難看 其實我後來知道的就是說 他們有一定的 他們的那個程序太功能性了 你知道嗎 都實用性為主 就是我們台灣的建築的很多 邏輯是怪怪的 就比如說我現在在做一個 台灣的國家顧問的問題 然後希望以後做一個什麼樣的中心 你就發現他那個邏輯很奇怪 他的邏輯是 他要去虛擬一個 將來可能 這個中心 有多少要去上班 有多少辦公室的地方 那他比較不重視說 那個地方 要蓋是什麼建築物 那找我們的那個建築師事務所的人 我跟他講說 悲鳴在蓋某個東西的時候 他是拿幾個鐵鑽 什麼什麼豬豬啊 去互相碰撞 然後得到靈感 他也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不是說他不好 我意思是說 他們比較重視在功能性 就是說你到底要有幾個 要在裡面辦公 然後到底要什麼 要不要蓋十月 要不要蓋什麼 他們比較不會去想說 我的意思說 你根本不要想這些 你只要去想說 這房子怎麼蓋怎麼好看 將來人一定會想辦法進去住 對不對 可是他們一定會想說 我們現在就知道 多少人要在裡面住 所以要把它做得很好 這樣 我覺得可能是這種 觀念的差異性 就造成那個建築物本身 很容易蓋得很自私 然後很功能性 看起來很好用 可是沒有什麼美學 這樣子 不好看 台灣很需要好看的房子 但我不知道 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在進步中了 嗯 這個女兒現在很小 我們有小學四年級 比如說她們在 她現在選擇 衣服的品味上面 在選擇一個東西 我就覺得她慢慢的 又在改變 對 她寧可說 比如說一個盤子是花的 她會覺得那個 一個荷包蛋放上不好看 她覺得一個乾淨的盤子 流出來的時候就美 那我覺得她這種思考 我寧花 荷包蛋那麼好 還不如用一個白的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就是 我看到西方美學的一個 一個態度跟精神 那她的成熟就會讓她 敢用色 敢用線條 台灣就是自由 然後平淡其實很怪 這樣 怪怪的這樣子 大致是這樣 好 我們這題外話 OK 滿有趣的 滿有趣的題外話 可以常常研究這個